2019年4月中旬开始 流传在社交媒体的国产航母照片 展现了这艘航母进入了新的状态 这艘被称为山东号的002型航空母舰 已经在进行最后的整理工作 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情 中国新型航空母舰已经准备就绪 这艘航母最新的状态 模糊了此前不少军事观察家长期的猜测 更多的分析认为 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 也就是首艘国产航母 将可能不会参加4月23号的海军节的庆典 但是会参加10月1号的国庆庆典 但是目前的进度又让人难以最终确认 虽然目前离海军节只有数天时间 但是新照片显示 国产航母进行甲板和外部的涂装 已经进入了尾声 差不多准备就绪 为这艘航母准备的舰载机和官兵 早就在辽宁号航空上进行了熟练的训练 况且国产航母已经经过了五次海事 这被分析认为 首艘国产航母存在参加4月23号海军节庆典的可能 最新的照片显示 002型航空母舰的最后的整理工作正在加速 从4月开始 脚手架开始拆除 舰塔部分开始了新的涂装 甲板上也在喷涂正式的涂层和标示线 这些基本工作完成之后 经过一年多五次海事的航母 将可以离开港口进行正式的航行 虽然希望002型国产航母 能够参加4月23号海军节活动的呼声很高 但是理性的分析认为 其参加数天之后的静点可能微乎其微 虽然002型国产航母能够起航 并不表示一定会参加静点 该航母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军事化训练 公开报道显示 也没有进行舰载机的起降测试 以辽宁号航母为首的海军舰队 是这次海军节最重要的节目之一 055型导弹驱逐舰已经抵达青岛港口 将肯定会参与这次活动 作为航母的带刀护卫 这是055型导弹驱逐舰在海军活动中 首次正式亮相 一将万众瞩目 期待刷航空母舰战斗群同况出现的军事爱好者 这次可能会期望落空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 毕竟只是推迟了几个月而已 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而言 首搜国战航母的速度已经快的惊人 从2013年底正式开工 2014年出现在船务 2017年4月下水 到现在刷上正式的海军涂装 这速度已经在不断刷新全球军事观察人士的预测